字典啊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你可以啊下一个他的这个APP是吧APP也挺好使的 呃我因为现在在这个国内嘛科学上网不是特别方便 他那个呃手机手机上就特别慢 但是网页上是可以的网页上还是挺快的 所以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想呃用字典的话 你就用网页版就行了记住这个网址就可以啊 那咱们继续说 啊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东西呃它有这个APP版本是吧 APP英文叫application是不是 希伯来语叫什么 这高科技词现在用的挺多的是不是啊 applicatia applicatia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可以意识到一个事情 就是信呐这东西以前应该没说过 就是tion这东西是英文里常见的名词的后缀 对不对 翻译成西伯来语叫什么什么tia 什么什么tia 所以说像咱们以前遇上的什么光一个ion呢 那还不能这么翻译是吧 比方说咱们之前说过的像我学校的校名叫tachnion 是吧那相当于翻译成英文呢也是最后是个ion 但是那个就直接翻译成了啊 yod wa 是吧 这样三个字母 但是呢 tion这种东西大家以后会见到就是它很多情况下都会翻译成 tia 那说到这个应用啊 那就还有网页对吧 网页呢 就说网吧 internet 是吧 西伯来语特别简单 internet internet 就是一个外来词嘛 哎 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 internet in打头 是吧 然后它翻译成英文 不是 它翻译成西伯来语 前面多了一个alif 你觉得这个yod 它本身好像就可以发出一个e的音了 是吧 为什么要发出一个 为什么要加上一个alif 这是一个变化的规律 是吧 就是如果一个英文 如果一个英文词 它是in打头的话 在西伯来语里经常 把in两个字母翻译成 alif yod nun 这三个字母 这样 我就我个人的理解 我是觉得这一个yod 放在这呢 它有可能会 造成一种误解 别人觉得它想发 这个辅音 y那个音 是吧 加上一个alif 显得在这 给yod 借劲 给yod 借劲 然后这样他们整体发出一个y的音 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种东西呢 还有一些词 我来给大家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 大家看这个 这词可神奇了 这个叫hashbone differenziali ve integrali 这破译译是啥 翻译成英文 叫做 differenziali 是什么 这叫differential ve integrali integral 是名字 integrali 是形容词 这个叫integral differential就是微分 integral就是积分 hashbone hashbone 这题咱们提到过 其实 就是我说我的账户 被锁了 是吧 hashbone sheli naur 就是hashbone 是账户的意思 它意思挺多的 咱们之后再说 在这它是相当于calculus 所以说这东西整个点起来 hashbone differenziali ve integrali 这东西叫 differenz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微积分嘛 就是 我去 人家都叫 直接都叫calculus 然后你居然起了一个这么长的名 你可能会想 就这个名太长了 是吧 那咱们呢 能不能把它简化一下 比方说直接叫它calculus 是吧 直接叫它calculus 英文是可以的 但是西伯来语呢 一般不会直接管它叫hashbone hashbone这个词 因为它含义太丰富了 咱们以后会说 所以直接说hashbone呢 不太好听 咱给它起个名 把它缩写一下 叫什么 咱把这个四个字母 hashbone的head取出来 这大脸的取出来 然后这取前两个字母 咱给它画一下 这么写 叫什么 这样 这个 连起来 这就是一个缩写嘛 也就是说 这四个字母连起来 就代表维基分这门课 是吧 这叫什么 这一般念作headva headva 是不是挺神奇的 啊 就是 你说它为什么把这俩拆开了 这俩本身还算是 在原本这个词里 还算是同一个词呢 是不是 它怎么把它俩拆开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吧 在西伯来语里 这是一个缩写 对吧 缩写呢 一般都是把几个字母连起来 然后在最后一个字母之前 加上一个双眼号 这样 至于它为什么是 这个 前两个词各取一个字母 然后后一个词呢 取了两个字母 这个就是约定俗成吧 是吧 咱们以后再细讲一下 缩写这个事情 总之呢 这个微基分啊 在 西伯来语里简称 headva headva 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headva呀 integra 是吧 in打头的 你看是不是 alif yod nun 也是这么翻译的 是不是 就是英文里的in 然后翻译成西伯来语 就是这三个字母 你说它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叫的这么长啊 直接叫一个微积分不好吗 人家都直接叫微积分啊 外国也直接叫微积分啊 它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稍微的考据了一下 就是在国内的话 就同样是这类东西 是吧 就大概是微积分这类东西呢 大概会分两种课 一种课叫高等数学 还有一种课叫数学分析 是不是 数学分析可能是比高等数学稍微偏理论一点那样的 在我们那儿也是这样的 就是整个的这一类 大概的内容呢 它也分成两种 一种叫headware 好 一种呢 headware呢 就相当于咱们的高数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叫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叫什么 数学分析也名字也不短 是不是 叫这个 当然 这个在我们那儿不叫数学分析啊 在我们那儿叫这个名字 叫hashbone infinite simali 是吧 infinite simali 这个东西叫infinite simal calculus 什么叫infinite simal 从英文来说 这个就是infinite加上smal 是吧 就是无限小的意思 就无限小这个概念呢 肯定是确实是在微积分里用的特别多的是吧 算是微积分的基础 反正就是一个名字 你也不用特别管它 就是headware 那个就相当于咱们的高数 然后 infinite simal calculus hashbone infinit simali 简称 infi 简称infi infi那就相当于咱们的数学分析 是吧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你看这个词是不是也是 infinite simali in打头 翻译成西伯来语怎么翻译 alif yod non 是吧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alif在这儿 是为了给这yod借个劲 然后让yod呢 直接就发一个伊利音 而不是把它放在 开头 这样的话 人们很可能认为 yod要发一个y 这种音 是不是 啊 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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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